这只网红金毛狗可了不得 他因为偷吃火龙果的视频 直接走出国门火到了国外 还上了新闻头条 洗个澡都能够让千万网友围观 不过后来他却因为肾衰竭去世了 令无数网友痛心 这些网红犬到底是怎么走红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点个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金毛名字叫做Coco 她是一个女孩子 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她却有一个和外貌极其不符合的性格 她的内心里其实住着一只二哈 她的主人名字叫做小梁 是一个帅气的男生 小梁非常喜欢这只金毛 从小把她养大 后来小梁也开始拍摄Coco的日常 并且把视频发布到网上 没有想到引来了很多爱犬人士的喜欢 Coco在网络上也逐渐火了起来 视频里面还经常出现另一个主人公 这个人就是小梁的妈妈 三个人的日常简直就是欢乐无比 给网友们也带去了很多的快乐 其实Coco真正名声大噪 还是因为她偷吃火龙果的视频 这条视频不仅仅让Coco火遍全国 更是让她火到了国外 有一天 小梁下班回到家 Coco没有像往常一样立马跑过来迎接主人回家 小梁觉得很奇怪 Coco该不会是又做了什么坏事躲了起来吧 小梁觉得不妙 于是开始到处找Coco 后来是在楼上阳台发现了Coco 看到Coco的第一眼 小梁的心都凉了半截 直接被吓到心跳加快 只见Coco非常无力地躺在地下 四肢感觉没有力气 最关键的是嘴巴周围全部都是血 而且地下也流了很多 这简直就是一个凶暗现场啊 蝉使官小梁直接被吓到腿软 眼见着就要哭了出来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Coco却缓缓抬起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吃惊的主人 小梁再走近一看 原来Coco是偷吃了自己买的火龙果呀 吃饱了在这里睡觉呢 小梁也是无可奈何 又好气又好笑 后来小梁就把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果然这条视频直接就火了 光是点赞就已经达到了300多万 登上了各个平台的头条 热搜 粉丝也增长迅速 很多人都说Coco实在是开心活 太可爱了 不仅仅如此 Coco还火到了国外 直接是登上了英国的报纸 外国网友们也见识了Coco的日常迷惑行为 网红金毛Coco因为偷吃火龙果 直接登上了英国的报纸 火到了国外 不过Coco闹出的笑话可不止这一件 在2020年的时候 Coco已经是一个著名网红犬了 很多网友对Coco的印象都是Coco非常好伺候 别的小狗洗澡的时候就像是备受折磨一样 总是不肯安安静静洗澡 但是Coco不同 每次洗澡的时候Coco都非常安静 不会胡乱折腾 不仅仅如此 一到洗澡的时候Coco就会睡觉 每次泡在洗澡盆的时候 Coco都会舒服到睡着 有一次洗澡的时候 Coco也是睡着了 小梁还给他拍了视频 说他是懒狗 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是有些不一样 因为这次不管小梁怎么折腾Coco Coco还是一动不动 一点也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等到水已经冷了 早也已经洗完了 Coco都没有醒来 所以小梁就开始慌了 觉得实在是不对劲了 因为怎么删Coco 他都不醒来 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小梁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网友们最开始是觉得很好笑 但是也有很多人都说 这不太正常 看着像是滴血糖了 于是小梁就赶紧开车去了宠物医院 因为太紧张 小梁还把手机给摔坏了 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到达了1800万 很多网友都等着送医的结果 送医之后 小梁就因为急事要离开一回 让朋友在医院照看 没有想到等到小梁离开了一回 Coco就醒来了 而且还活蹦乱跳的 非常开心 兴奋 医生说 给Coco进行了全身检查 并没有什么问题 初步判断 Coco只是进入了熟睡 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Coco太胖了 吃得太好 需要减肥了 小梁这才放下心来 本来小梁都以为Coco是不是得了急症 撑不下去了 还拜托医生一定要救活自己的狗 但是没有想到直接反转 这Coco的心可太大了 从此之后 每次洗澡的时候 小梁都会用尽各种办法 让Coco不睡觉 也是一种斗智斗勇嘛 不仅仅是失睡这一点 Coco贪吃也让小梁很头疼 有一次小梁出门上班太着急 上了厕所之后忘记冲水了 于是Coco等小梁出去之后 就开始在洗手间里面享受早餐 等到小梁回到家之后 Coco的味道可真是难闻 于是用牙刷刷了好几个小时 此后每一次小梁上厕所的时候 Coco都会叼着盆子过来准备打饭 实在是搞笑 网红宠物狗金毛Coco 洗澡太舒服睡着不醒 主人吓到送去医院 Coco的拆夹属性最让小梁头疼 Coco总是咬坏他的鞋还有衣服 沙发 垫子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而且Coco还非常亢奋 跳起来门都直接踹坏 但是Coco依然还是小梁的爱宠 小梁非常喜欢 也总是会分享和Coco的生活 发布到网上 很多人以为Coco会像这样 一直幸福下去的时候 4月份 小梁却突然发布视频 Coco生病了 那天小梁也是发现Coco不见了 于是到处找 后来发现Coco自己躲在了床底下 并且身体一直在发抖 看上去非常痛苦的样子 小梁立马就把Coco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发现 Coco是一线炎和肾衰竭 已经非常严重了 生病之后的Coco还是非常听话 一直乖乖吃药 但是没过多久 Coco还是去了汪星球了 很多网友也是表示非常难过 Coco给大家带去了那么多的欢乐 实在是舍不得 更别说和Coco朝夕相处的小梁了 其实这几年 网上有很多的宠物狗走红 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就是通人性 而且能够给人带去欢乐 向往红犬糯米也是这样 糯米是一个退役的警犬 所以它的智商非常高 很多人都说 糯米就是犬网最像人的狗 简直就是成精了 非常厉害 简直就可以当一个全职保姆了 能够洗碗 开门 接电话 还会复印试卷 实在是神奇 小主人上学忘记带水壶 糯米能够接听电话 然后帮小主人把水壶拿去楼下 而且不需要人帮忙 简直就是一个小管家 所以糯米的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之后 糯米也成为了网红 被很多人围观 还有一个柴犬 名字叫做Chimps Chimps走红完全就是因为表情包了 他的照片被做成表情包上传到网上 一下子就火了 因为他的表情实在是魔性又搞笑 所以很出圈 Chimps看上去就很丧 忧郁 总是一副人间不值得的样子 所以被网友拿来做表情包 还有一只狗 名字叫做陈贝拉 陈贝拉是一只编木 非常聪明 还被人称为狗中的博士 能够听得懂主人的任何指令 还可以自己进行思考 智商达到了七岁孩子的水平 和主人沟通起来简直就是没有障碍 还会和主人吃醋 会撒娇 如今的陈贝拉还开始养猫了 真是神奇 你还知道哪些网红犬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